三角莓既不开花,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加它生长 出现了浆苗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欢迎我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我们在种植三角莓的过程中 经常会发现我们自己家养着的三角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加它生长 有的表现出来的情况是叶片稀疏发黄 或者是刚刚发的几个有限的芽点 特别的细弱,不久之后又会干枯 还有一种情况是 不管是新长出来的叶片还是刚刚开的花 都有卷曲褶皱的现象 也有的三角莓它的叶片看起来虽然比较厚实 颜色也比较绿 但是呢,就是不加它生长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出现以上几种情况的原因和处理的方法 当三角莓的叶子发黄,稀疏,不见生长 或者是好不容易发了几个嫩芽 没过多久又干枯了 这是由于根系不够发达 有部分的毛细根已经腐烂 如果这个时间你给它拖盆看一下的话 它的毛细根会特别的少 没有新根的生长 全靠原来的几条老根被吸收养分 由于养分供给不足 所以它就停止了生长 或者是刚发的芽又黑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检查一下盆土是否板结 再就是看一下盆土的配比有没有问题 如果一年以上没有给它画过盆土的话 在这个时候给它画一下土一般就能解决 再就是它的叶片虽然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有的也许会黑绿黑绿的 但是既不开花也不长新芽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大多数是跟施肥有关系 有的话有 不管什么季节或者是苗晴怎么样 总是想方设法地给它控水 隔不了几天的时间 就给它使用一次高磷钾的肥料 比如032青钾或者是花刀的二号 特别是032青钾 如果使用的过于淡衣 或者是频繁多侧的使用 就很容易引起僵苗的情况 解决的方法就是停止使用032青钾 然后改用苏小淡肥 或者是使用少部分的浓用尿素也是可以的 等它恢复了生长再给它催花也不值 但是我个人建议 在六七八这三个月份 最好是顺其自然 不要给它催花 以塑造猪形和长鸟为主 因为夏天是三角梅生长的旺盛期 一般的情况下开花的状态不是很好 还有环游家里的三角梅 出现了不管是叶片还是花瓣 总是打卷有褶皱 就像这一颗三角梅一样 特别是刚刚长的新叶和花苞上面 看起来就不是很平整 开的花也会小很多 这种情况也是跟根系收损有关 比如刚刚经过快递运输 或者是遭受轻微的动害 再就是浇水过多 还有就是施肥过量导致的烧根 再就是在它根系 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给它化盆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病态 就像我们人一样得了一场重病 首先表现出的就是脸色不好看 头发呢也没有那么顺滑 对于植物来说也是一样 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在它的叶片上面 出现这种情况也无需担心 不需要给它打药 也不需要给它施肥 只需要给它时间让它慢慢的修复就可以了 在一般的情况下 经过一个夏天 它就可以完全的恢复 比如这一颗金边红就是 看一下它的老叶片是打卷的 在今年春天刚刚买来的时候 它的叶片和开的花也是卷卷的 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新长出来的叶片已经慢慢的变好了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只需要给它时间 慢慢的养护就能够有所改善 再就是我们平时在给它施肥的时候 千万不要施肥过多过勤 否则就很容易引起烧根 再就是使用的肥料不要过于单一 可以多种肥料轮流交替使用 还有就是如果有一年以上 已经没有给它花过盆土的 再就是盆土的透气性不好的 最好给它换一下盆土 看一下这一盆不一色玫瑰 我半个月以前给它换盆的时候还拍过视频 现在刚刚过去了十几天的时间 它就长出了很多的内芽 长势特别的旺盛 像这一种刚刚长出来的叶子发黄 是正常的没有关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特别感谢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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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